哈喽,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收盘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盘面 到目前为止的话,我们所看到的盘面走势 基本上是保持了全天上涨的一个态势 虽然上涨的幅度都是0.7,0.8 但是可喜可贺 那么我们还是看一下期指的日线 那日线的话呢,到现在为止 今天的话呢,出现了一个抵抗线 出现了一个抵抗线 那么从K线的运行结构上来看的话呢 目前来看,这一轮的下跌的话呢 短线上有那么一点止跌的信号 那后续的话呢,我们就一看一看反弹的动力了 当然,从期指的日线级别是非常典型的破位 然后在这个位置做反冲 所以说呢,日线级别的21周期均线 甚至于4小时级别 4小时级别的这个均线系统都会形成反压 当然你如果按4小时级别的话呢 走的就不会太远了 不会太远 那么按照日线来看的话呢 那它反抄的点 基本上日线级别的21周期均线 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一个压力点 那我们还是把它作为一个反弹对待 就作为一个反弹对待 那另外一点的话呢 就是这些大票啊 今天的话呢 在市场震荡下行的过程当中的话呢 大票表现出了一些抗低的动作 所以随后的话呢 我们也看到了苹果这一类的股票 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在盘中 在盘中做了一定程度的反弹 那目前来看的话呢 从趋势的角度来讲 我个人感觉的话 这个位置是非常典型的均线系统 过滤之后 非常典型的一个破位反抽动作 破位反抽动作 向上的压力的话呢 距离现在可能也就是 七八十个点的样子吧 七八十个点的样子 这是到目前 我个人感觉这个位置做反弹呢 似乎是不太不太好 因为呢 上涨的压力比较重 那你这个位置做反弹空间比较小 可持续的时间啊 力度也会比较小啊 不如直接打到四千一百点附近啊 然后呢 打出一个反弹空间来再做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点啊 当然呢 我们还是得尊重市场啊 那这是关于大盘啊 那比特币的话呢 两万七千六在四小时级别啊 这个再次的站到啊 这个嗯 二十一周级均线的上方 所以呢 如果你要做多的话呢 那么这两天的低点啊 这个两万七千二百美元左右啊 应该是做一个多头的保护啊 那从这个位置上和大方向上 我当然是不太喜欢比特币了啊 那黄金的话呢 今天啊 基本上保持一个窄负震荡 那总体上来讲的话呢 目前的黄金在这个位上 昨天前天我们已经说了啊 因为短线有超跌迹象 所以呢 在这个位上的话呢 已经不适合再去追着做空了啊 不适合了啊 那这个嗯 做多的话呢 也只是一个反弹 反弹的话呢 高矮啊 呃 这个时间点呢 就不是特别好掌握 但是从交易的角度来讲的话 这个位置唯一值得期待的 也就是一个反弹啊 也就是从这个交易 这个形态上来讲 但是大方向上去做空的话呢 我还是不太建议啊 不太建议 原油的话呢 这个今天啊 是跌了5%啊 那4小时级别的话呢 这个我们就不想多说了啊 做空原油 在这个位置上 再去追空的话 恐怕呢 空间就有限了啊 空间有限了啊 注意啊 所以说呢 这个位置的话呢 不应该追空 呃 抢空的话 也得等它反弹起来之后 然后再去考虑啊 反弹之后再去考虑啊 那这是到目前为止啊 原油的话呢 整个坚持看我们节目的朋友 应该啊 这个知道啊 我们整个的这个运行和判断的一个过程啊 那天然气的话呢 今天是反弹了一点点啊 盘中的话 多的时候呢 弹了一毛啊 现在的话呢 是弹了四分前 五分前的样子了啊 天然气从中期的角度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在周线线级别还是一个盘底的过程啊 个人感觉的话呢 应该是有一个下刹的动作才好啊 应该是有个下刹的动作才好啊 呃 那我们观察的产品的话呢 安萨伦啊 今天的话呢 做了一个五分前的调整 盘中的话呢 最多跌到了五块九毛五分前啊 呃 目前来看的话呢 接近于啊 这个我判断的一个目标 嗯 最好再来一点点啊 再来一点点啊 呃 这是总体的一个盘面啊 总体的一个盘面 呃 我们看一看啊 这个 呃 昨天视频下方的 呃 朋友们的留言啊 大家好 好的 那么这个8748说看看AAL可以入场吗 短线 我觉得你要入场的话呢 也只能说是周线连续下跌之后 有一些一些超跌动作啊 然后在相对的低价位的话呢 有一些接盘 拿昨天或者我看一下30分钟啊 拿今天的盘中低点 大概一二三四做资金保护 能借助的话 位置的话 最好是30分钟级别 21周级均线 啊 但是航空类的股票的话呢 我个人一直不看好 呃 大家注意啊 今天原油的话呢 下跌这么多啊 市场 给的一种解读的声音说啊 这个 呃 什么什么 汽油原油的需求不行 怎么怎么回事 这些大型 实际上我们从 从这个炒作的角度上来讲 从70美元炒的90多 对吧 对于大众商品来讲的话就行了 不少了啊 不少了 然后呢 像这种 经济不行 对原油的需求不高 这些问题的话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当中 已经很早很早之前就说过了 我觉得这个呢 是这个 嗯 为了找一个结果而找一个结果 啊 所以说呢 呃 这是关于原油啊 那呃 航空的话呢 呃 我们说前两天啊 下跌你可以说啊 这个航空股啊 他们的这个呃 原油太贵了 成本太高了 对吧 这也是一个原因 那如果他下跌的话呢 也许呃 人们就开始说啊 经济不好了 大家这个存款间减少了 这个不舍得出去玩了 呃 所以说呢 想解释一个行情太多太多的理由了 是吧 太多太多理由了 那么对于AAL来说的话呢 他连续性从18美元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现在我们从这个9月27号左右开始看到了一些低位的资金啊 低位资金 所以说目前来看的话呢 有承接盘啊 有反弹的发生 有反弹发生 所以说呢 可以啊 这个30分钟级别的话呢 看看能不能做一轮反弹啊 大概也就是这样子 但是一定记住啊 要1234做最后的这个资金保护啊 呃 5389不客气啊 PCG为什么跌啊 多少钱可以买啊 呃 PCG PCG 我看看 跟我跟我记忆当中的那个是一样的 啊 天然气啊 天然气 呃 我看一下啊 不会吧 啊 这个产品 嗯 超跌 我看你底下有位朋友说了 对吧 超跌强反弹可以 但是周线级别的话呢 这图形不是太好看 啊 图形不是太好看 原来我特别看这产品 我这产品啊 这个属于公用事业类啊 然后发电的是怎么回事的 然后呢 这个被北加州买什么企业债啊 如何如何 呃 因为这个前两年北加州着火让他赔钱 那现在的话呢 我们说呃 这个位置的话周线级别21周级线已经破掉了 所以呢呃 趋势有改变的迹象 而且呢 他现在呢 没有没有分红出来啊 这个取消分红了 所以呢 从这角度来讲的话 我觉得呃 目前炒作的话呢 呃 介绍起来从周线级别不成啊 你只能说是30分钟级别超跌做一个反弹动作啊 短线对于他来讲 周线级别吧 对于他来讲的比较强的支撑啊 大概会在这个12块5毛钱左右 嗯 啊 再会在12块5毛钱左右啊 所以呢 这是关于这个PCG啊 PCG啊 如果你想稳妥的话啊 所以说这个 这个产品目前来讲的话 对于大盘来讲 看不到一些什么抗跌动作 或者说企业有志的改变的这些东西 啊 所以说呢 先放一放啊 呃 那5458啊 呃 谢谢吧 啊 然后反正我们我们只根据我我所看到的东西啊 说我的一些交易策略吧 啊 呃 谢谢啊 那么你周末指出啊 会去52周中线啊 4150420啊 现在越来越接近啊 呃 当然是SPX啊 SPX啊 周线级别啊 呃 是非常接近啊 但是今天的话 我们看到呃 又开始有点坚挺了啊 所以说呢 短线来讲的话 我觉得大盘可能在这边会做反弹 但是呢 在4280左右 4275上方应该是有压力啊 然后要看看苹果他们支持不支持吧 啊 呃 我昨天空了啊 空了 我不知道哈 昨天呃 前天我不知道你是不是这个 这个 那要收手啊 今天的话呢 应该是盘中收手 今天的话 我们在盘中 呃 连续两天吧 在盘中的话呢 呃 带着指指指指导吧 啊 指导啊 只是说指导啊 提不上那那什么啊 就是让我们会员放空啊 呃 一轮是这个啊 这是昨天的一轮啊 这是今天的一轮啊 这是今天的一轮啊 这是放空啊 放空 那么 啊 两轮放空动作啊 那这些放空动作的话呢 啊 都是提前把这个仓位都给平掉 啊 都给平掉 呃 所以有的时候呢 在操作的过程当中的话 可能我们会 呃 会打一些提前量啊 会打一些提前量啊 那大盘的话 现在啊 这个连续两天包含线啊 然后今天的尾盘又反弹啊 那这个反弹的话呢 我们看到啊 这个前面的压力 所以呢 后续的话呢 我们再看一看市场能不能够顺着这个方向再运行运行啊 个人感觉应该是再往下蹲一蹲再反弹会比较好一点啊 那么这个空了这个这个很不错啊 个股问题啊 呃 好的啊 NV AX啊 NVX昨天 昨天说的什么蛋白型的什么新冠疫苗啊 被批准啊 被批准啊 然后呢 这个哦 我看你写了哈 呃 我打的这家很不错啊 没什么副作用 对 它蛋白类的 它是一个比较传统型的一个方式啊 它不像是那个mRNA的那种啊 呃 那种方式 所以说呢 它这是比较保守的一种啊 一种啊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应该是不错啊 从制造的这种理念啊 比较传统的啊 呃 说准备打 呃 新的这个啊 呃 变种的意思吧 啊 呃 关于股票如果向上压力位在哪啊 好的 这个股票的话呢 这个是众所周知的一个呃 一个消息了啊 众所周知的一个消息 所以呢 这当中的话呢 能不能持续炒作 呃 个人感觉了啊 个人感觉 嗯 可能有点一般啊 呃 压力位短线压力位也就也就九个钱啊 一个钱一关吧 八块钱一关 九个钱一关 啊 为什么这么说啊 因为 呃 一个药品的研发啊 一个药品的研发 它 有一个受众和实际问题 啊 药品研发有个受众和实际问题 啊 呃 你比如说吧 啊 比如说抗癌新药 对吧 这个癌症呢 它的受众就比较广泛 对吧 而且呢 持续不断的出现 对吧 持续不断出现 那这种情况下的话呢 它的受众 就比较广泛 然后 时效性没那么差 没那么强 啊 操纸没那么强 啊 它不是说的 过了这劲儿完了 对吧 呃 就就就没有了 呃 它不是 所以呢 这是一类啊 那么像新冠药物这一类的话呢 这个 像现在我们知道各国 这个口罩令早就没有了 对吧 呃 中国那边也基本上就彻底放开了 啊 这彻底放开了 因为这个病毒的这个药劲小了 对吧 就彻底放开了 所以呢 从这两个方向来看的话呢 它的时效性过去了 啊 它的时效性过去了 啊 这个6307啊 它这时效性过去 那这个时效性过去了 你你你让它 对吧 你说这受众自然就少了 对吧 那些人说没事啊 我就去 对吧 这比一个小感冒还不如 那我打什么打什么疫苗啊 对吧 我没有必要打 对吧 除非啊 说我这个这个疫苗是一个强制性的疫苗 对吧 除非是这样啊 如果不是这样子的话 就自愿的话 我觉得它到目前为止 它的时效性和受众都在过气啊 都在过气啊 所以说呢 这一点的话呢 6307啊 我觉得那你可以考虑啊 从这一角度上去考虑啊 并不是说没有获利的机会 但是呢 呃 站在这个能够持续炒作的角度上 恐怕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啊 难度会比较大一点啊 呃 除非另外一种情况出现 比如说啊 出现新的变种啊 然后这个mRNA的技术呢 不能够达到这种状态 而这个蛋白疫苗的话呢 对于这个非常有效啊 然后甚至于有效率 能够达到啊 百分之多少多少 对吧 呃 如果有这种消息的话 啊 那么呃 这个疫情在卷土重来 在这种情况下 可能NVAX的话 会有这个相应的交易机会 所以呢 你要关注 首先第一 它成功了 对吧 那你在这位上 这个这个谁啊 这个美国药监局也批准了 对吧 那随后的话 你就要关注啊 这个疫情方向的动态 和这两类药品 对于啊 这个新冠病毒的作用啊 是不是会有差异啊 如果NVAX的话 一定要有差异性 它才会迎来它炒作的 真正炒作的春天 对吧 所以说呢 这当中的话呢 你要关注的一个方向 好吗 啊 谢谢6307 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咱们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 咱们讨论 我这也是想了哪 说了哪 那就感谢了 咱们下次节目再见